男人抡起大锤 砸开家里的柱子 下一秒 竟然掏出各种各样的名贵古董 还有大量的现金 再砸开水泥楼梯 里面藏着大金盘子 金链子 还有数不完的小金块 大爷眼看着被人抄家 他忍不了了 拿起喷子 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老太婆想让大爷别那么冲动 争夺大爷手中的喷子 谁知道 喷子竟然走火了 一枪干破了天花板 令人头皮发麻的场景出现了 天花板上的洞里 源源不断地喷出一块又一块的金鸽的 男人抢走大爷手中的喷子 对着天花板又是几枪 整个房间顿时下起了黄金雨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懵了 黄金雨越下越大 很快地面上全是金灿灿的一片 凿开墙壁 里面是沉捆沉捆的钞票 找到隐藏的地窖 里面也全都是金银财宝 锅碗瓢盆 全是黄金打造 多到数都数不过来 众人只能用水桶提 用箱框装 甚至连麻袋都用少了 所有的黑钱加起来 起码有几百个亿 为了清点财产 男人不得不雇用零食工 帮他数钱 几十个工人 忙了一个月都没有完全清理清楚 为了知道到底有多少黄金 甚至用人的体重去称重 一个人还没有一箩筐的黄金重 必须要增重 才能勉强达到平衡 负责抄家的男人 是刚上任的税务官 就在不久前 他接到立民举报电话 富豪黑老大偷税藏黑钱 税务官赶紧带人责访调查 钱老大既是大富商 又是国会议员 开了几十家工厂 资产巨多 业务量也繁多 可交的税却少得可怜 他向上级申请了搜查令 带着大队人马 闯进钱老大的家里 钱老大却丝毫不慌 他一点也不担心 自己的钱会暴露 还扬言自己是个良民 果然将豪宅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厕所 下水道 甚至抽干水井 就连牛粪都扒了个底朝天 却什么都没找到 男人懵了 难道是举报人故意诬陷 钱老大挑衅地说 我的钱都在老百姓的手中 鬼才相信他说的话 现在只剩家里的神庙没有搜 神庙在印度十分神圣 他让所有人剪下腰带 放下一切财物和饰品 洗干净手后 再进去搜查 但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等男人出来时 却发现自己的钱包 多了张纸条 他走到没人的地方 打开一看 是一张地图 上面竟然标记着藏宝的地点 男人一杯高度白酒 泼向墙壁 用手一摸 墙上的漆面立马开始脱落 他用锤子砸开墙面一看 里面藏着沉滚沉滚的钞票 眼看着自己的钱就要被抄家 钱老大马上拉着税务官 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表示愿意给他一百万 让他不要再继续查下去了 税务官却义正言辞地拒绝 接着他们又在隐藏的地下室里 发现了大量的钞票黄金 金银珠宝装了整整几大箱 接着又在后院挖出几箱财宝 钱老大对着税务官和周围的人问道 是谁把这么多的钱 埋在自己的家里的 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家的东西 肯定是有人陷害他这个国会议员 税务官却根本不吃这一套 钱老大眼看着自己藏的钱 被缩得越来越多 他急了 打算抄起喷子 赶走执法人员 却一不小心枪杆子走火 打穿了家里的天花板 顿时金灿灿的金条从天而降 下起了黄金雨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钱老大更急了 他给税务官的顶头上司打电话 让他停止抄家 不然让他乌纱帽拦保 谁知上级却一点也不怕 反正自己还有个把月就退休了 临走前打条大鱼也值了 钱老大没能阻止得了 抄家还在继续 钱老大要出门搬救兵 男人故意放他离开 他想着一网打尽 钱老大率先找到了地方长官 对方说他也无权干涉监管执法 让他去找财政部长 钱老大又找到了财政部长 可财政部长也百般推辞 说自己也无能为力 结果偷偷打电话给税务官 让他抓紧抄家 速度越快越好 因为抄家的最后 所有的钱还是归了财政部长 傻子才会帮钱老大 钱老大还不死心 接着找官员帮忙 宣传部 组织部 资源部 大大小小的官员找了个遍 都没有人愿意帮忙 而家里这边抄的也越来越多 钱老大的老妈子和男人无意间提起 家里的柱子和楼梯 都是后来修的 神一样的助攻 瞬间点醒了他 敲开柱子和台阶 果然又发现了大量的财宝 一框又一框的金银财宝 将整个院子堆得满满荡荡 几十个工人日夜清点 黄金也是整框整框的暗金城 钱老大找遍了人都不行 最后他直接找到了印度首相 威胁首相 自己用了多少钱才让他上位 首相无奈 亲自给男人打去电话 国会议员被抄家了 在他的家里 搜出了成敦的钱和成敦的金字 为了保住自己的钱 钱老大直接告到了印度首相这里 就连首相参选的钱 都是他出的 他无论如何 也要首相救他一马 首相亲自打电话 给抄家的税务官 希望男人通融一下 税务官答应了 但他却提出了一个要求 希望首相下令签名文件 自己就可以停止搜查了 他必须要确认 是否是真首相下达命令 这种关关相互的事 自然是见不得光 只能口头帮衬 首相现在也没办法阻止一场 正常的司法抄家 眼看着首相都束手无策 钱老大只能黯然离开 为了威胁 他让一群混混攻击男人的妻子 就在快要得手时 幸亏车子开进了税务局 才躲过了一场危机 妻子也是位狠人 他让男人狠狠抄家 让这帮贪脏妄罚的人得到惩罚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抄家大队 清点出了三百多亿的黑钱 和沉吨的金字 钱老大也很头疼 家里几处的藏钱祭典 就连自己都不知道 家里肯定有内鬼 他要抓住这个内鬼 让这个人死得很惨 家族中的人都瑟瑟发抖 没人敢支撑 老太劝儿子投降 争取宽大处理 钱老大偏不信邪 活了这么久 就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他用财富煽动不知情的村民 拿着武器将豪宅团团围住 阻止男人将黑钱运出去 带傻的村民并不知道 这些钱都是从他们自己身上 挂出去的油水 真是自己被人卖了 还帮别人数钱 男人想打电话叫支援 电话线被民众推倒 公务车也被砸烂焚烧 眼看着村民叫冲进来 男人带着同事 从钱老大的密道中逃走 几个村民追上来 男人在后面断后赶走了村民 送同事安全逃走后 男人主动留下来 他要守住黑钱 越来越多的村民冲进来 钱老大安心地看着村民替他卖命 男人躲进了仓库 用箱子堵住大门 他愤怒地开枪 而村民早已疯狂 根本不怕 他看着妻子的照片 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觉得这时 大部队终于赶到 化解了危机 原来首相早就受够了钱老大的威胁 早就想除之而后快 钱老大被带走 关进了监狱 而他还不死心 想着到底谁是内鬼 可算来算去 他还是没有找出内鬼 家族里霸占而来的儿媳妇 此时的内心笑开了花 贪赃忘法的钱老大 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他的下半生